十五《文匯報》應付反對派拆新撥財會加五天會拍板 2015年7月10日正情與評論A14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鄭志祖、特區政府建議立法會財委會下週加開五天會議 以完成審議如下民生項目及設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張宇人昨日表示 考慮到有反對派議員要求擺原定一並處理的公務工程撥款申請分拆討論 由於擔心無法在優會前完成審議工作,決定召開五天會議 建制派議員支持加回,強調議員理應履行開會的責任 並促請反對派議員不要再拉布浪費時間 為解決財委會議程大賽車 特區政府早前建議財委會下週二起,一連五天加開14節合共28小時會議 財委會必須收集全體委員意見,發現多數議員支持加開會議處理如下議程 將與人昨日表示,考慮到有反對派議員要求 擺原定一並處理的十一項公務工程的撥款申請 分拆續項討論 由於擔心無法在優會前完成審議工作,決定額外召開五天的會議 他說,早前向委員瞭解是否支持加開會議 支持本月十四日及十八日加開會議的委員 多於反對的委員 至於十五日至十七日的會議 則支持與反對的人數一般般 將與人的完成處理如下項目 將與人否認漠視反對加開會議的意見 強調是經評估形勢,因應時間 希望完成處理如下的項目 他又強調,政府釋出善意 將民生項目放在較前為止 認為如果議員不拉布,不排除可以提早完成審議 譚耀宗、開會市議員的工作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譚耀宗贊成及尊重財委會主席的決定 強調開會市議員的工作 召開財委會會議的法定人數要求亦不高 連同主席有八個人就可以 既然有三十人或超過三十人同意 出席到會議,我覺得都應該要開 對於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建議 制裁委會讓出部分會議時間 讓大會處理職權的草案 他認為可留待大會主席處理 若有法案須於休會前處理 應該要考慮 若議員不浪費時間 不要經常狂點法定人數的話 時間應該足夠 不過,反對派對於成功加會反應激烈 宣稱立法會喪失自主權及尊嚴 新兼反對派飯合會召集人的梁家傑稱 特首兩陣英以好勇鬥狠方式 強行增加會議時間 做法具挑釁性 對此感到失望 他又稱 反對派希望能夠盡量通過餘下的五項民生議程 但反對討論創科局的撥款議程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樂就稱 以去順譴責張宇人 並要求張宇人按財委會議事規則 邀請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會主席楊偉雄 列席所有有關創科局的會議 以回應議員質詢 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則揚言 不支持財委會加開會議 亦不會參與拉布 希望其他議員不要拖延 否則將眾兩真英挑釁之計雲 不支持財務評論 不支持財務評論 ceptions 推送最小的 決定 請 評論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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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